各位同学,你们准备好要去教育旅行了吗? 对,衣服也要准备好哦,不要乱折 所以怎么要折像这样子的衣服呢? 请看教学video 是的,示范人士我们两个哦 我们要来示范人士,等要把高中制服折好放进行李袋里面 首先同学你要把你的制服洗好之后把它烫好 烫好之后,我们要折之前把每一个皱褶都拉好 好,整理好 好,我们先整理好之后 那好之后,领带放进行李袋把它反过来 一样哦,反过来 背面也是要把它折好 每一个折都拉好 这样子呢,领带折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乱掉 好,我们先假设它已经烫好了 好,那我们就来摊平之后,把它整理好之后 花一点时间压过来 拉过来之后呢,这边拉起来跟你的领子 跟你的领孔齐线拉过来 然后把折拉好,放好 然后呢,这边翻过来 然后再把这边一样折过来之后呢 一样贴起你的领子 然后这折过来,这样子 然后这里一样拉好 然后这时候有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我们需要一张A3的纸 所以我们把A3的纸拿过来 放在这里 好,放进来 然后我们就把衣服 跟它切齐翻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好,然后再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把衣服拉顺 折,弄好之后 再把A3纸放上来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把它反折回来 这样,它就会变得很整齐 然后拉好之后呢 我们把衣服翻回来 领带调整好 折进来 把你的腰带 拉带对折成这样的形状 放在旁边放好 然后把夹链袋打开 所以最后再放的时候 不要把头放进去 要反过来 平的放进去 因为它底下切齐 然后把它放进去之后 来把它平推 夹链袋放进去 或是你们有真空压缩袋放进去之后 好,同样做一件事情 把衣服贴紧某一个角度 然后如果我们今天用使用的是 我现在要放去骑车 好,我们今天用的是夹链袋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空气通通挤出来 挤出来的时候呢 那你要让它一样平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对折折好 就把所有的空气挤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它夹链袋 你可以一边压 一边把空气挤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它折起来 然后反过来 拿过来 再贴上胶袋就可以了 好,我们把胶袋贴上去 好,压下去 好,同学一定要压平 然后把它压紧 好,我们要压紧 压压紧 你可以听到嘶嘶嘶的声音 好,那么 接到A符 在你的心理箱里面 不管 摔过去 摔过来 压这样 压这样 打开 它都会是很平整的一套制服 希望同学要好好的做哦 这样我们去交流的时候 才会穿的一件咸菜干的衣服 好,示范结束